鱼鹰学名鹅 是一种吃鱼的猛蹄 捕鱼技术非常高超 跟我们平常看到的鱼鹰不一样 那些是鱼复捕鱼养的鲁瓷 它们也教鱼鹰 鹅为什么能轻松的捕到鱼呢 因为它们有专属的捕鱼神器 它的外侧脚趾能向后反转 使四指变成两前两后 可以像钳子一样牢牢的抓住鱼的身体 鹅是一种驴鸟 每年南北往返的路上都容易抓到鱼 它们是如何为自己提供补给的呢 答案是 它们会抓着鱼飞行 为了带着鱼飞行 减少空气中的阻力 鹅一定会两抓一前一后将鱼头朝前飞行 非常像挂着油箱飞行的战斗机 这种带着干粮去迁徙的鸟 更有趣吧 最后补充一些干货 喜欢的同学可以继续往下看 第一点 关关鞠鸠在何之中 里面的鞠鸠就是恶 恶也可以比喻有才能的人 以如恶表 举荐人才的表彰 恶剑 举荐人才 第二点 鸟指 与绝大多数的陆生脊椎动物不同 大多数鸟类 后四肢为四指类型 一般 一指向后 二三四指向前 称为正常族 啄木鸟 鹦鹉等鸟类 二三指向前 一四指向后 称为对指族 二 猫头鹰的第四指 可以向后扭转 这样四指和一指向后 与二三指相对 称为半对指族 鸟娟 第三第四指向前 一二指向后 称为一指族 翠鸟 新鸟的前三指 机部有合并现象 称为并指族 鸟的四指 均向前 称为前指族 本期内容到此为止 想学习更多鸟儿知识 为我点点赞 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再会